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金融市85岁以上长者施打疫苗 两天下来 没有传出长者不适的情况 金融市长林又昌宣布 下一波的施打对象 是全市80岁以上的长者 金融市85岁以上长者疫苗施打作业 在6月16号顺利完成 金融市长林又昌表示 各施打战施打状况 可以用锦然有序来形容 他特别感谢长者与家属的配合 金融市卫生局方面也补充表示 目前并没有打完疫苗的长者出现不适 除了24家长照机构 疫苗施打持续到6月18号外 在中央6月15号 在播发基隆6500剂疫苗后 牛厂也宣布 下一波疫苗施打对象 将是全市8312名 80岁以上的长者 疫苗通知单 会在6月17号陆续即发 现在规划下一波呢 是金融市 我们会为80岁以上的长者 那原住民是70岁以上的高龄长辈 来施打疫苗 总人数是8312人 我们规划施打的时间是 6月19号礼拜六到6月20号礼拜天 这两天 那我们会分为上午三个时段 下午三个时段 来为所有80岁以上的 这些高龄长辈来做施打 那在明天 也就是17号 我们金融市的区里办公室 会开始发送疫苗施打的通知单 而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6月16号公布 金融市剩两例确诊 虽然金融看似疫情趋缓 不过林又昌认为 防疫工作需从跨县市角度思考 因此下阶段的防疫重点 在于扑灭社区热点 及找出无症状的隐性确诊者 那一个城市某一个县市是家林 就是这个意义 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大 我们还是要从一个区域联防的 一个角度 一个大的一个跨都会的 一个角度来思考整个防疫 所以我们现在真正的一个目标 是放在铺面社区的热点 那另外就是努力的去找出 可能是没有症状的 这些隐性的确诊者 然后进到社区去匡列 来阻断病毒的一个传播列 这个才是现在市政府 真正我们防疫的一个重点 牛昌也建议透过跨县市合作 进行快速疫调及及时秩序分享 以区域联防的概念 才能有效阻绝疫情再次爆发 记者张启腾接下来报道 而针对七堵区有瑞及马林地区 要接种疫苗的长辈 市政府特别派了防疫专车 专程接送 让长辈们觉得相当无形 在七堵火车站光明路侧里面 疫苗接种站的注射区 一样采取医护人员动长辈不动的疫苗施打服务措施 为长辈们陆续接种疫苗顺利进行 机动室在6月16号继续针对全市85岁以上 原住民75岁以上长辈进行A1疫苗第二天的接种 七堵区只剩下七堵火车站疫苗接种站一站 针对七堵区有瑞以及马林地区 有一里有二里马西里马东里以及马南里 等所谓山区无里的长辈们进行接种 机动室政府也派防疫专车 专程运送可以自行行走的长辈 到七堵火车站施打疫苗 让长辈们觉得相当窩心 包括机动室卫生局七堵卫生所 以及七堵区公所等工作人员 准备妥当接待长辈和陪伴者 由于这两天天气非常炎热 机动室议员张耿辉特地贴心的 带着冰凉的手摇饮料 到现场感谢辛苦的医护 以及警察等工作人员 也非常感动的这些医护人员 跟我们公车还有我们警察的 维护交通的这些人员 真的很辛苦 尤其又这么热的天气 但是在这施打过程 可能有造成不变的地方 也牵我们市民多多人过来 言谅也谅解 那同时我也在这边呼吁 如果我们中央赶快多补一点疫苗 给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市民 也施打的这些总人来做预防的工作 负责这一站的七土区卫生所护理长 曾明珠代表收下感谢议员的关心 也呼吁接种过疫苗回家的长辈们 还是要注意后续的身体反应状况 是要提醒来打完的一些长辈 回家之后还是要观察这两天 如果有一些发烧的情形 家里如果有常被退烧药 还是要可以使用 那如果说家里没有的话 我们就就近了诊所 还是要带着健保卡去给医生看一下 他的身体的一些状况 然后这两天的话 还是请他们要多喝水这样子 市议员张耿辉则强调 五十几杯冰凉的手摇饮料 全由自治街上一家名为 多利的早餐店老板佛欣赞助 原本张耿辉要付钱买单 老板一听说是要慰绕 负责施打疫苗的医护等工作人员之后 立刻不收钱 全额赞助力挺这群辛苦的防疫人员 老板认为尽绵薄之力没有什么大不了 非常客气不受访 也让张耿辉很甘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为了邦迪 向环保局清洁队员加油打气 基隆历届里长服务协进会 特别捐赠了酒精洗手液 希望保护环保人员的健康安全 保护成功 环保局加油 我们是基隆市历届里长协进会 因为最近coordinating很严重 尤其我们这个环保局清洁队员 是我们的环保尖峰 所以也是最前见最危险 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秦议员 还有我们油厂户监事 跟各位厂户旅士 大家研究的方案就是我们来做一点小小的 这个社会责任 来给我们环保局最前线 最前锋的这个我们环保清洁团员同仁 所以这今天是一点点的小意思 请大家共襄盛举 防疫成功 环保局加油 因为防疫期间呢 我们看到我们环保局的兄弟们 是在第一线 为我们一些防疫的工作 消毒啦 或者说收集垃圾等等 他们心理上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说今天我们历届里长服务协进会 在我们李瑞涵理事长的带领之下呢 我们来表示一下 我们对我们兄弟们一个鼓励跟关心 希望他们在这个防疫工作前 也除了自我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 盡责以外呢 那自我的保护也非常的重要 希望说我们这一点点的一个表示的心意 我们共襄盛举来结合社区 社会上大家实战团体一个互相的资源 让我环保兄弟们 大家除了工作以外呢 也把自己保护好 也保护好家人 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心愿 我们非常感谢那有情愿 还有我们历届的里长联谊会 包括常务理事会长 大家一起来 来对环保局的一个关心 以打气 那我在这边还是要做一个说明 环保局虽然大部分的清洁队员有打疫苗 但是打疫苗不是万灵丹 尤其在工作之后 一定要确实完成的消毒 这样的一个确实消毒有赖于使用酒精 所以非常感谢联谊会 赠送的一张大批的一个酒精 给队员能够更加落实来执行 这样的一个清洁工作 这样的落实的清洁工作 除了让自身能够更安全 回到家里也给家里的长辈 然后家人 然后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 所以在这边感谢联谊会的一个支持 那我想环保局会在岗位上坚守岗位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道 全国进入第三级警戒后 餐厅全面禁止内用 为了降低疫情冲击 金融市多家饭店推出了外带便当 甚至是整套桌菜的服务 不同主菜加上配菜的便当 看起来非常诱人 这是基隆五星级饭店最新推出的外带便当 受到疫情影响 饭店餐厅禁止内用 业者因此推出有主厨精心烹煮菜色丰富的西式便当 以及大厅酒吧的面包 还在饭店大门口以免下车模式 方便消费者购买领取 因为目前疫情的关系 那在饭店我们原本的自助餐 是无法进行营业的 那我们就将主厨的好料理把它转化成 一盒一盒的餐和美食 那甚至就搭配我们的面包糕点 那还有我们的端午仲 在饭店的门口成立一个免下车取餐的服务 那将我们的美食料理每天中午跟晚餐的时候呢 让经过的客人甚至预定的客人 都可以来把这个美食带回家 除了西式便当 还有凯撒鸡肉沙拉等 原本在饭店吃到饱餐厅才能品尝到的美食 现在只要不到200元就可以吃到 让消费者大占CP值超高 无独有偶 这家位于金融市区的老牌饭店 也推出外带便当服务 三款海陆双煮菜的丰富菜色 同样不到200元 除了为受疫情停摆的饭店找商机 并维持员工生计 也希望帮民众解决用餐困扰 我们是在地的老店 怎么要让这些老顾客们 可以有机会吃到我们这些餐点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招牌菜 这些菜设计成为便当或者是套餐的方式 那这些消费者可以透过电话 网路上的订购 现场来直接在一楼取餐 甚至在车上 我们就把餐点给客人 就是很安全 让婆婆妈妈们可以不要那么辛苦 因为每一天准备菜色实在也是很累的 然后节省这些消费者 他去市场或者超市买菜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 对于这家以平价每位桌菜闻名的饭店 推出外带便当 消费者也非常捧场 开卖第一天中午 订购便当就超过上百个 我们现在疫情这个时间 那因为饭店就是很多都休息嘛 那我们每天在家里吃的都是比较一般的东西 那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它设计的非常好 而且它是双煮菜 那它的价格看起来也很便宜 除了外带便当 饭店业者还推出风味套餐组 及20道特色单点料理供消费者选择 业者表示外带服务将持续到7月底 希望能顺利撑过这波疫情 记者张旗滩金融报道 虽然是大晴天 但是昨天却经常吹起一阵阵的强风 暖暖区远远路私立博爱家园的对面 大约30公尺长的房城工程围离 就被风吹抖在远远路上 幸好没有造成任何伤亡意外 虽然是大晴天 但是6月16号却经常吹起一阵阵的强风 中午12点半左右 在暖暖区远远路私立博爱家园对面 就因为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 吹倒了大约30公尺长的房城工程围离 在远远路上 透过监视器的画面 可以看到突然倒塌的围离 接着扯断电线造成监视器 停止拍摄的情况 幸好当下没有人车经过 没有造成任何伤亡意外 好明星街或民众通报 就是有关于这个惠明星村 前的这个房城围离倒塌 那我赶到现场来看 那也跟现场在这个 这个港湖公司的人 确认过 就是说因为今天风非常的强大 然后现在目前港湖公司 这个建筑物准备要拆除 那它们做的这个房城的这个威力 那因为风很强的关系 那压垮了这个围栏 造成倒塌 所以造成整整整车 整边 单一车道 那个战季 那还好是倒塌的时候 没有压到人跟车 那是不幸中的万幸 那目前港湖公司的同仁 和施工包商 已经在现场做整理 那預計這個半個小時就會 看了不及左右啦 就會把這個狀況來給大家排除 那也感謝我們辛苦的警察同仁 在現場指揮交通 那真的萬幸是沒有造成公園 或是車輛的損傷 這是不幸中的萬幸 不過大片圍梨突然倒下的 景悚畫面也讓附近的民眾 捏了一把冷汗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在電影來看這防疫期間 有檳榔灘就聚眾打牌 遠景陸內盤查 發現有五個人群聚賭博 明顯違反了室內五人以上的 群聚防疫規定 而同樣轄區內的一家酒吧 提供了外帶服務 違反八大場所停止營業的規定 將函請基隆市政府依法採處 群聚 還在這裡拔掉 一群中年男子圍坐在一起打牌 就一處檳榔灘 傳出喧嘩聲 警方互報到場 入內才發現 連同屋主總共五個男子 群聚打牌 當場查獲賭資 抽頭金 本所接獲報案 稱轄內一處檳榔灘內 有賭博情勢 遠景獲報後立即前往 當場在該檳榔灘 查獲五名男子群聚 聚眾賭博財物 並查扣 賭資 賭據 及抽頭金 本案除以刑法 賭博罪 送辦外 另外五人群聚部分 違反防疫規定 將韓報市政府裁罰 警方在此呼籲疫情期間 遵守相關規定 全國三級警戒 就有違規不聽遵守規定 無獨有偶 仍二路一間酒吧 違規營業 遠景上門檢查 發現店內 雖然沒有客人 業者公稱 只提供外帶 但明顯違反市政府的公告 八大場所暫停營業的規定 發現該酒吧儀式進行營業 今陸內查看店內並無客人 業者表示 由於未收到市政府情業公文 賭於四日進行營業 本所立即依規定製作 零檢紀錄表並全程修正 全台疫情未趨緩 金融有檳榔攤拒賭 違反群聚的規定 這群人無私於禁令 賭博拒賭 不知道是在賭錢還是在賭命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有金融市議員成為一眾發起的第二屆 100萬預算我們決定 邀請安樂區民眾獻送提案 有鑒於第一年的成功推動 期待第二年能激盪出 讓安樂區居民更好的好想法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融市議員成為眾 你知道嗎 其實每一年金融市政府 都有編列兩億多元 作為議員建議來使用 這些經費讓議員可以來建議說 公共區域可以做什麼樣的改善 不管是工程或是設備採購 但是這些錢其實不是議員的錢 都是各位辛苦工作 繳納的稅金 指出金融市政府 每年都編列兩億元的 議員執行預算 市議員成為眾 將納稅人的錢交給納稅人 邀請安樂區居民 一起來替安樂區變得更好 邁入第二屆的百萬預算 我們決定線上開跑 這次參與的民眾還可以抽獎哦 基本上我們也持續監督經費 不過呢其實在這個議題上我們更認為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全民的參與 讓大家一起來決定這個 其實不是議員的經費 而是讓大家可以一起來建議跟參與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又特別來進行了第二屆的百萬預算 我們決定的活動 也就是針對成為眾議員的建議款 大概五百多萬元的這個額度呢 我們來進行邀請大家 安樂區的朋友 只要你年滿16歲 那也可以接受機關跟團體的提愛 只要你年滿16歲 就可以一起來提出你對於安樂區 要怎麼變更好的想法 不管是人行道 還是呢我們機關 理辦公室 學校等等的一些零星工程的改善 無障礙設置 或是設備採購 都很歡迎你可以一起來提出來 那只要我們提案成功 然後進入了參與試預算的流程 並且讓公部門審議通過 我們就有機會呢 可以抽這個 膠囊咖啡機 或是我們的 按摩槍等使用家電 所以真的很歡迎大家 一起來參與 讓我們自己的稅金可以自己用 自己的建設自己來爭取 去年在線荷花海與螢火蟲 自己的公園自己蓋 這兩個提案獲得最多的民眾青睞 執行進度也都依規劃進行 維仲今年再度號召 安樂區民眾線上提案 歡迎在6月25號前 將零星工程 或者是設備採購的想法 化為文字 E-mail或填寫線上表單 或是紙本 寄送到陳維仲的辦公室 一起為營造美好的安樂區來努力 記者蔡小軍採訪報導 疫情下的國三畢業生 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要帶你來看 明傳國中9年級的畢業生 作詞作曲 家長會副會長協助剪輯影片 影片一出爐 讓師生好驚喜哦 期待透過這暖心的影片 給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他們總在第一身堅強 不畏懼 浪得和你對抗疊 疊瘡著努力的模樣 我們為你感到瘋狂 台灣加油 明傳國中學子 用唱的唱出新聲 將老師賦予的作業精神放大 周姿瑜作詞作曲 邀請同班的四位同學 各自在家入唱 運用在校所學的資訊科技能力 進行編輯 希望給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最大的支持力量 看到這個影片我非常的感動 尤其是我們九年級同學 在會考完以後 剛好遇到這樣的疫情 那麼他在家裡面 他們除了會照顧自己 會自律待在家裡以外 他們更重要的是 他們會想到 社會上有一群 在照顧所有的人的 這些醫護人員 還有所有在家的人 他們付出他們的關心 在電視、媒體及網路上 看到許多人盡自己所能 以真正物資、住宿及食物等方式 來感謝防疫人員及醫護人員的付出 身為學生的我 雖然沒有辦法以上述的方式來表達 只能給予精神上的支持 所以我寫了一首 送給防疫及醫護人員們的歌 歌詞裡加入了感謝他們的話 也闡述了大家的辛勞 也希望可以藉由這首歌 讓大家看見台灣的疫情及防疫 慈瑜的自創曲獲得好評 全校師生、家長及各行各業工作的 畢業向有紛紛熱烈響應 民傳國中團結防疫 台灣加油的活動 輔導主任劉朱霖邀請家長會副會長 來協助影片剪輯 真的要跟各位一線的防疫人員們 說聲謝謝 防疫優先至於第一 同時也透過孩子的歌聲 為第一線的看護人員、醫護人員加油 推動有序的防疫新生活 儘管沒有辦法參與畢業典禮 但這首來自第一線的堅強 將學子的心串在一起 把這股台灣加油的暖流傳遞出去 台灣加油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 各位知名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長李永昌 目前疫情非常的嚴峻 請大家一定要做好個人的防疫工作 把口罩戴好戴滿 並且減少群聚的活動 保持社交距離 避免不必要的移動 這就是把病毒傳播鏈 斬斷最好的一個方式 防疫優先 我們會嚴格執法 加強群查 不戴口罩就開罰 口罩戴好你我都好 並且減少群聚的活動 尖尼與此 尖尼 那是 尖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基隆现在已经有五个筛检站 目前我们是优先提供给已经有疑似的症状 且与我们确诊公告的这些个案 或者是跟万华群聚案件的个案足迹 有重叠的这些民众来预约筛检 那预约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就是扫描QR Code做线上的预约 第二种就是拨打快筛专线 0224283844 这是采取预约制 没有办法现场报名哦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 以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祭世度众 民众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请洗手多消毒 量体温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你有发烧 上呼吸道 腹泻 或者是嗅味觉 异常 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 24276154 或者是1922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